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大贡献大程度的车型 所以ECV车型在几年里很受欢迎 不过卖来卖去也只有那几款ECV车型销量不错 其中广汽传奇GS4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广汽一大算对这款车型进行升级换代 以提高更好的市场表现力 而近日有消息说 全新的广汽传奇GS4 已经差不多做好了测试 并也将在今年6月份上市 从广汽的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 全新的传奇GS4在外观上做了很大的改变 2018款的传奇GS4采用的是家族化外观设计 而之前那款有了很大的区别 不过外观更加的出色了 特别是前脸部分大灯的设计 使车辆看起来更加富有个性 并且大灯和机器格是连在一起的 又显得车比较有活力 没有那么沉闷 而新车车顶才是时尚有型的悬浮式设计 再加上细节上线条的勾勒 新车比老款车型更加的具有运动感 更加的时尚年轻化了 比较和现在消费者的喜好 此外车辆底部的排泄管 使用的是巨型形状的 而车尾的设计和前脸的设计要相呼应 比起协调 尾部的大灯也和前脸大灯一样 设计的比较犀利 新车的内饰设计是改变最大的地方 方向盘使用的是四幅式的 再加上重控台的液晶显示屏 但是就是感觉新车的配置没有老款的高 而动力方面没有什么改变 和老款的车型一样 搭载的是1.3T和1.5T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六速自动和六速手动变速箱 不过官方指出 可能还会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